接下来呢咱们下第四节啊 获取书面声明这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啊却难度不高 但是呢在我们考试当中啊 有时候特别初他选这个科幻题 那偶尔主题涉及主要是科幻题为主 这样一个 那么既然难度不高的话 我们就把它顺利拿下 对于这会儿呢分成两个支点来说 一个呢咱们关于书面声明它的基本规范 那这个咱们不止一次遇到它了 现在正式的把它引进来 好好解释一下 那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书面声明有关的其他规范 这么两个部分来说一下 那当然还是一个一个来解锁 首先关于书面声明的基本规范 我们得认知什么是书面声明 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 以及它一些基本内容要求是什么 那咱们前不止一次要过这种书面声明 也不一次提到过了 说证明比较弱 好了那咱们好好来认知一下它 那首先咱们说关于书面声明概述 那什么书面声明呢 指的是这样的管理层项目传是提供的一个书面陈述 那么这个书面陈述干嘛呢 用来确认某些事项或支持其他证据的 这样一个 但是呢很容易这个定义写完之后给人误解 所以马上解释了一下 解释什么呢 说书面声明并不包括财务报表及其认定 以及支持性的账簿及相关记录 因为像这类东西 符合刚才定义对吧 它肯定是书面陈述 肯定是管理层提供的 而且的确可以用来确认某些事项 这是它其他证据的 那不好意思 这不叫书面声明 很有意思 从定义来说 它是符合的对吧 从定义来说 但是呢 必须一看 它不是我们这里要的一个声明 是一个专门的声明对吧 这样一个 然后呢 书面声明 注意 这不正是在报表写信中 需要获取的必要的证据 必须得要的 对吧 是写信证据的一个重要来源 发现没有 咱们前面提到过 书面声明 它是个必要的 必须得要的 但作为审讯证据来说 我们看的审讯证据 充分失当 那你发现 书面声明这个要求 它既不充分也不失当 它已经说只是必要而已 没有充分 没有失当 这样一个 所以呢 说尽管它提供了必要审讯证据 其本身并不能够为 所实际的任何事项 提供充分上证据 任何事项都不行 那你说弱到什么程度 我必须得要它 但是 有它什么用都不顶 不至于什么用都不顶 只不过 它针对相关的事项 难以提供 充分事项教授 少了它 这个审计不成立了 但是多了它 我们该做的东西 一样不少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样一个啊 然后说 对于管理层已经提供了 可靠的书面声明这一事实 不影响不出来时 就管理层履行其责任的情况啊 就具体认定啊 去获得其他证据的性质范围 说它给你书面声明 我别的就不做吧 该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它很像什么呢 我前面曾给大家说过 就是咱们所谓的那个 一些中国的鬼片里的 那个僵尸片里的 这个护身符 那个画那个符 那个符没了它 不好意思 这些人片没法看 少这么东西 但多了它 没有一次能解决问题 全靠其他办法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明声明 猫仇来说 给我们周爱市来说 它就是这么一个 护身符的一个作用 该做什么 还是做什么 并不靠它解决问题 但没了它是绝对不成立的 然后咱们说一下 它这里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 针对关系层责任的书面声明 这是最主要的 两项 这第一项 关于它责任书面声明 那么一个是报表责任的问题 一个是要保证交易性完整性的 这个问题 那这个咱们其实前面 要很多书面声明 也要的这两个东西了 现在具体来看一下 一个是针对淘宝编制 主要是要求关系层提供书面声明 你要确认 关系层就要确认 按照审计业务约条款 履行了 按照适用的报编基础 编制报表 使其供应反应 如果适用的这个责任 那这是你的责任 必须得声明 那再一个 针对提供的信息和交易的完整性 我们说也得要声明 因为我前不止一次提到过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完整性的问题 就担心你给我信息不完整 说这个东西啊 存在不存在 发生不发生 鸡压对不对 漏被漏 担心的在于 你能不能给我完整信息来证明它 所以 你一定要保证给我提供必要的信息 所以提供信息 交易完整性 说你给我有这样的声明 什么呢 一个 按照审议物一定条款 已经向我们站是提供了 所有的信息了 那没有漏大 而且允许我们不受限的接触 就有相关的信息 以及被人单位内部和其他相关人员 这是第一个 该给你信息都给了 明白 而且你该接触的信息都能接受到 该接受的人也都能接受到 此外 这些声明 我所有的交易都已经记录 反正在报表当中了 没有漏的交易 但是很多项目我们是很担心完整性的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第一担心的是完整性 那绝对不会说 存在发生的那个是我们最主要关注的 不是的 我们在实际中 第一关注的是完整性 所有的完整性 然后才是具体业务的 是发生啊 还是完整啊 还是计价的问题 你不管是哪一类的 你必须有完整性 才能加以判断 对吧 所以这个要掌握 所以注意啊 这对管理层责任这块 最基础这两项 顺便声明的内容 必须掌握 就看这两句话 你记下来 对吧 然后说了 说如果未能从管理层 获取其确议履行责任 那说我们来个实际行 行不行 行事他不提供 然后说我们通过审讯中 获得的证据证明他已经履行了 行不行啊 不行 这是不充分的 说中研师审议会中 获取了有关关系层 已经履行这种责任的 其他审议证据 这是不够的 所以这点注意 不能滥用实际行事 你行事上不认可 我也不认为你实际上满足 所以这是一个强制要求 坏话说 你得公开声明这个事情 那这就我们中研师的 很微弱的一个互认服 但你要这个都没有就完了 然后他解释了 说仅凭啊 其他审议证据不能判断 关系层是否在认可并列弃 责任基础上 编制列报 财务报表 向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了 所以那是不充分的 所以必须抵有这个声明 但有了这个声明 咱们要保证这种信息完整 信用这块 该做还得做 那这里举个例子 说到如果啊 我们未向关系层 询问及 是否提供了 业务约定条件中 所要求做的信息 然后呢 也没获得关系层的确认 那这时候你不能认为 关系层已经提供了这些信息了 那就解释了一下 对吧 那当然有可能 会要求关系层 在书面声明中 再次确认 这些自身责任的 任何理解 因为呢 在这个业务约定书当中啊 咱们其实提到过 他责任的问题 但是呢 有的时候啊 说心里话 他也没当回事 那很多人看红条款 说这都格式化条款 根本不看那里 约定的东西 所以可能要求你啊 你正正事实 知道你自己负什么责任 那其实很多单位 真的不理解 那真的不理解啊 刚刚呢 我就科研秀一时候 路科前面秀一时候 我接一电话就说的 说什么 就这企业 企业的官层啊 跟那住坏事吵 吵什么 这些条件都你们审计做的 跟我们企业没关系 我说那是你们企业的报表啊 你们都签字了啊 都审计条的 不理解自身责任 对吧 不理解 所以他有时候 我真的得一块 再要一个 但这不是必须啊 只是跟你情况来考虑 那么再次确认官层责任这块 那主要什么情况呢 比如代表被人单位 签订业务约定条款的人员 不再承担责任了 业务约定条款是以前年度签的 那么有这样表面 官层误解他责任了 以情况改变了 需要官层再次确认他责任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像什么 这是咱们业务约定书 那个 他的变更的问题 对吧 那么有时候可能需要 补签一些条款 或者是呢 考虑要不重签 那其实就有这类情况 当然既然出了这个情况了 我们也要考虑 是不是你的书面声明中 也在劝一下你的责任 别不懂 那再一个呢 就其他书面声明了 其他就是咱们做一大类 对吧 都做其他 那就是如果我们认为 确实有必要 或者一下或多项 其他书面声明 来支持 女财务报表 或一项多项认定有关的 其他证据 那应该要求观企丛 提供这些书面声明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呢 是一个整体层次 对吧 观企丛责任量 这是整体层次 而这个呢 则具体业务层次上 对吧 但有时候可能是报表中的 也可能具体认定的 所以很多都是一个具体认定的 所以咱们说 这两个层次 就像咱们报表 抓作方言一样 有报表层次 有认定层次 书面声明的 也大致上这么两个层次 一个整体的 一个具体的 这一块 那么其他书面声明 又有什么呢 比如说报表编制的 额外的声明 关于报表编制的额外声明 交易信息的额外声明 以与特定认定有关的声明 那其实前两个 是对我们前面 说的基本编制的那块的 声明的额外 就多一些要求的 而这个则是针对 特定认定来做的 那具体来说 关于报表编制的额外声明 那主要是 除了这对报表编制的 书面声明之外 可能这位有必要获得 报表的 有关的其他书面声明 那这里 注意 这个其他声明啊 可能是对基本的 前面那个 基本书面声明补充 但并不是 基本书面声明 所以这个根据需要 往里加的 那这里咱们就简单看一下 什么快选政策运用 是否试探啊 那是否运用 适用的别人基础 对下级事项做 确认计量猎豹啊 那包括什么 负债 实际负债 会有负债啊 对吧 影响资产负债 账面价值 或分类的计划意图啊 等等等等 这类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交易信息完整性的 那么除了咱们要求 你关系层提供 针对交易信息完整性 顺便什么之外 还可能 再要一个 什么呢 就是 所有内控缺陷的问题 劝他 你将他注意到 所有的内控缺陷 向我们通报了 所以就交易信息完整性 以外的 其他信息完整性 那这样一个 那么接下来 就可能针对特定认定了 对吧 那可能有必要 要求关系层 提供有关报表的 特定认定的书面声明 特别涉及到 关系层判断啊 意图啊 完整性啊 这类的 相关试音中 获得了解的 可以支持的 那比如说 咱们前面讲过 涉及到管理层 这种会计估计啊 那垂形假设啊 这类的 这类咱们都会要的 还记得吧 包括汽油事项吧 咱们前面都讲过 这类的往往是 更容易要这种书面声明 那这个 那这块就解释了 说在或许有关系层的 判断意图的证据时候 或者呢 在对它的意图判断啊 这个做评价时 那咱们可能考虑 下列的一项多样事项 因为这类东西啊 它往往是 仅靠一个声明还不够的 但它有时候 它就给你提供声明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的证据 这个证据都有什么呢 那比如说 被人单位 以前对声明的意图的 实际的实时情况 它我声明了 是我都做到 说到要做到的 那如果是以往都说要做到 那是一个有诚信的人 那同样切入这样的话 那说明什么 它不会轻易声明的 一旦声明 它会实施 那再有 说被你单位 选取特定措施的理由 对吧 实施特定措施的能力 以及 是否存在 是否存在 在审计过程中 已获取的 可能与管理层的判断意图 不依着任何其他信息 那这是我们考虑的 其实这个呢 咱们对快语估计啊 这个类考虑 对实义经理能 这块 都是有类似的表达的 对吧 想一想 那 那大般涉及到有一些 涉及到管理层的意图 判断的东西 咱们基本都是这类东西 对吧 都是这类 那咱们并不是强调 它一定会怎么样 而说 有没有正义表明 它很难这样 那在这里举了例子 说如果管理层意图 对投资的计价基础 非常重要 但是呢 并不能够从管理层 获取有关 该项投资意图的书面声明 那这个时候 就 不可能获取 重温适当的实习证据 那这块 那么其实呢 在这块注意啊 咱们过去啊 那个基础工具分类手 那关系层意图特别重要 其实现在这实义当中 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也会受一定影响啊 但是呢 相对来说 现在的分类下 可能就好得多 所以这只是举例啊 举例 但如果咱们换一个 就很重要了 比如说从小地产准备 我持有存货的目的 那这个时候 只能管它要书面声明 我持有这个存货 就是打算卖的 这是什么 原材料 那这个就没办法 作为继续加工来用的 所以算它的 可编净值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啊 咱们举例的时候 也要注意 因为有的内容可能过期了 或者不再适用咱们 现在情况 但咱们有的还可以 对吧 那么注意 说为了获取所要求的 顺便声明 可能 有的时候 需要 就有个事项 相关层沟通 或者说通报某些信息 那这里举例的啊 注意 是吧 比如说啊 说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暂时累计审计中 所识别的错报 出为明显微小 那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确定临界值 高于临界值错报 就不能视作是明显微小的 对吧 那么为了获取所要 顺便声明 可能认为需要 相关层通报 这个临界值 通报临界值 那注意啊 像这类的 有人说 那你告诉我临界值了 不就影响我们工作吗 其实这类情况 主要在我们完成阶段 计划阶段 说心里话 什么重要性水平 确实不是跟他说 但到完成 或临界完成的时候 你通报个临界值 还是可以的 好了 看一下考题情况 20年一个单选题啊 说下里有关书面声明 作用不出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误的啊 A 书面声明是审计证据的重要来源 它肯定是非常重要一个 我们必须得有的 B呢 说要求官层提供书面声明 而非口头声明 可以提到官层声明的质量 因为书面东西 这一块啊 这我虽然没讲 但是大家想想书面这个 比口头的更加严肃认真 对吧 你看啊 这两个人假如说有些什么争端 然后其后有些错了 那口头道谢 对不起 没他意义 来 书面的 这是这白写的 对吧 不一样的 那中国人其实也一样 对文字实际上有敬畏之心的 所以要你提供书面声明 那他会很慎重 你说口头拍胸脯保证 啥时候都可以 对吧 我说这没啥意义 你不能给我拍胸脯 对吧 书面的给我落在笔头上 落在笔上盖上章 行不行 那我得慎重考虑一下 对吧 包括内容措辞 所以这句话正确 然后C 说某些情况下 书面声明可能 可以为相关摄像提供 充分上显照具 那这个咱们前面反复 讲到任何摄像都不行 那某些情况下 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所以错了 第一呢 说书面声明可能影响 主体是需要获取的 审讯证据的性质范围 那这个对不对 这个可能会影响 那么这个注意 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个是正确的呢 你不是说多了他什么都不做 该怎么做怎么做吗 注意 如果书面声明不可靠的时候 可靠的时候咱们该做什么做什么 但如果不可靠 那可能我会多做其他审讯证据 多获其他审讯证据 所以这个第一选项 特别有干扰性 那电影像这个内容 放在我们下一个支点来讲 这个要注意啊 如果就我们刚才看完的内容 那感觉书面声明 说有他也不多什么呀 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那应该没有影响啊 不是的 可靠时没什么影响 不可靠时 它是有个副作用的 所以答案C选项 只有C是错的 D要重点把握 所以咱们这题啊 就是D选要重点把握 那这是咱们关于书面声明的 基本规范内容 那最基础这一块 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书面声明 这个其他规范啊 这块 那刚才也说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首先呢 咱们来说一下书面声明 这个相关时间的要求 这块 那么书面声明啊 这个要注意 一个呢 是签署的时间 一个呢 它是什么 涉及到 它所涵盖的期间 这么两个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说时间就这么两个 一个声明日期 什么是签 一个 它所涵盖的这个期间 那所涵盖已经跟报表对上 那么 书面声明签署时间呢 也要和我们的出报告 和我们这个财务报表 是有关联的 都离不开报表 那 那首先 关于书面声明日期 这个要求是尽量 应当 就必须 尽量 接近 对 对 曹宝出具 审计报日期 但不能在 审计报日之后 那 应在审计报日 之前 换句话说 关于层认可了 他的责任了 我们才能出报告 关于层说 我们不负责 那 不能出报告 对吧 就这么一个啊 那么 说 书面声明 首先是个必要的 必须理要的 所以说 管理层 签署书面声明之前 我们不能发表意见 也不能签审计报告 所以在等着 一旦拿到了 那这时候 马上就出报告了 明白 这么一个啊 那再一个呢 关于这个书面声明 所涵液期间 他对哪些 那或者说 哪个阶段的 信息负责呢 那就涵液期间 对吧 所以说 书面声明 要涵液 审计报告 所针对的 注意 所有的报表 和期间 你负责 不是说负责 某一张报表的 咱们知道 事物当中 有大量的企业 现在依然 只会编 自然发表和论论表 现在两张报表 不会 所有者全新报表 不会 付助 不会 但是 都是企业的责任 你这些都要负责的 而且 还有什么 我们审计报告 所针对的 那个期间呢 哪个期间 是21年的 还是2020年 21年的 两年的 或两年一期的 那这个顺便审计 你要对这个负责的 你负责多少 我们才能审多少 但是这么一个针对性 这话 那么说某些情况下 在我们审计过程中 获取有关报表 特定认定的顺便审计 可能适当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 已经获得了 针对特定认定 书面声明 但是 有可能 就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 有必要要求管理层 更新 书面声明 说你针对这个认定 你当时声明了 是不是 随情况变化了 实验变化了 你需要更新一下 那所以呢 有人说我不更新 不更新 就要注意 就你的观点不变的话 也在于新的情况下的不变 而不能说什么 是于要的情况下不变 所以这个注意 所以说 驻外师和观层 可能认可 某种形式的书面声明 以更新 以前前所做的书面声明 某种情况下 某种形式 根据情况来判断 有的呢 就说 我的观点没变 到现在也不变 有说 居线情况可能变了 当然更新号的书面声明 就要表明了 一个说 以前所做的声明 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就没变化 有变化 你说 是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一个要注意的 明白 那么书中一个特殊情况 要终点掌握 就是 在我们审计报告 所提及的 所有期间之内 现观层 均尚未纠任 那么他可能是说了 我没办法 就共上军期间提供 部分或全部书面声明 他有的是什么 有一部分我不负责 比如说 他说了 我是在21年来的 你现在是三年报表 所以2019这两年 我不负责 但21年我可以负责 对吧 那么有时候啊 更绝一点 对吧 更绝点什么呢 他说是 我是22年年出来的 你审过去三年 对吧 那么这三年 我都不在 我是现任管理层 但是 我都不在 所以我没办法 以后我接手都不管 以前的我不管 那这个时候啊 这是一个难点 当年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 这当年我考试的时候 考试快的时候 考过这个工具 当时准则没有规定啊 准则没规定 这该怎么办 考试就考了 现在呢 很明晰了 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找现任 我不管是前面是谁 你是现任 你就要负责 所以呢 咱们强调 在这一事实 并不能减轻 现任管理层 对财务报表 整体负责 我们依然是找 现任管理层 获取涵盖 整个期间的 相关期间的顺便生平 比如他说我只提供部分的 这不行 我要的就这三年的 或者他说 我呢是去年下半年来的 二年下半年来的 我对二一年只负责什么 七月费以后的 或八月费以后 我才来啊 之前负责 都不行 你来了 你接手 你要整个负责 这一定要注意 这依然是个考点啊 虽然老了点 因为一说起来 都是我当年考过的东西 那一说都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但是没关系 依然是可考的 对吧 那么当然书面声明 是一个声明书 那以声明书的形式 致送 就开始很有意思 其实实物当中 这个声明 这是我们驻外师 给的一个模板 你负责代表 就照我这模板 签字认可就完了 但你要说 对个别地方 说有意见 咱们去措辞 稍微考虑一下 或你觉得要加点东西 或我觉得加点东西 这行 对吧 但实物当中 都是我们提供模板 然后呢 负责代表 签字拿过来 那名义上是他的 总体内容是我们定的 对吧 这样一个啊 那么 对于书面声明 具体内容呢 咱们如果看教材的话 也可以 对吧 可以看一下啊 看科研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呢 如果实在是不愿意看的 那我给你 沃尔满讲义里面 也有 好吧 那再一个 对书面声明考虑的考虑 那书面声明啊 尽管证明力是比较弱的 但这样他可能帮不了 他对我们驻外师来说 可能帮不了忙 但有可能帮倒忙 就这对不可靠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咱们要考虑两种情况 第一个 书面声明 本身高兴 再种 没获得书面声明 怎么办 这两类情况啊 那一个就是 本身高兴的考虑 对吧 那主要基于什么呢 你书面声明是管理层的 那对管层 设计能力啊 诚信 道德价值观呢 或亲民计则有疑虑的 或者是对管层 在这方面的承诺的贯彻 值其有疑虑 他说的很好听 但是呢 不执行 或连承诺都不承诺 那就是我们都不知道 他是否诚信 但他就都不承诺 对吧 这类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对管理层的提供的书面声明 考虑声明 包括 审计证据的总体的高兴 产生的影响了 因为毕竟啊 这个审计证据 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被审栅卫 而管理层 人都不承诺 我诚信 是那不承诺 我到的价值观 这个问题 那我们有疑虑的 或者说呢 对他执行有疑虑的 我们当然考虑 你的声明是否可靠 那不光声明了 包括其他证据 对吧 那我们可能认为啊 说管理层在报道中 做不实的陈述的风险 可能性很大的 以至于 使用工作无法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 说除非这里层 才有适当的进行措施 否则我们考虑 简约的问题 当然是法律法律允许 这样一个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 曾经啊 就是我原来啊 真以为我做项目 做了多也见得多了 直到最近几年 看资本市场 我感慨 哎呀 还是太年轻了 对吧 这一节资本市场发展 让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经不止一次啊 出现了 就是管理层 什么总经理 财务总监 对吧 甚至独立董事 甚至呢 董事会 这类的 人家都是纷纷说 我们不承诺这个报表 是真实准确的 我不保证它是真实准确的 我当时看到目瞪口呆啊 这个 我你们真敢说呀 过去啊 资本市场上 说这个有时候 需要报告或什么的 人咬几牙关 人家就说 我就认为它是真的 哪怕是有问题 人家就咬牙关认了 现在呢 人家公开了 关键说 我不承诺 那是真的 你看你的总经理 你的财务总监 都不承诺 包括读董 不承诺 不保证 那你们都不保证 谁来保证 没人来保证 那真的这样啊 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 有这么干的 包括上市公司啊 包括有一些呢 这个新三板这 很多有这样说的 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不能出报告 对吧 这样一个 那再有 说如果书面声明 所提供的一些保证信息 对吧 他声明了这样 但和我们真正获得审讯证 不一致 那说 就开始要实施程序 是把解决这问题 注意啊 尽管说书面声明 那么的不充分 那么的不适当 但是 也不等于说 一旦和其他证据不一致的话 我们就否定书面声明 只要他们不一致 但是我们不是说相信哪一个 还记得吧 我们是 拿程序来证明 是谁有问题 啊 那可能呢 就要考虑了 因为这时候有一个多考虑什么呢 毕竟啊 这是管理层这块 这管理层提供书面声明 和我迫的其他信息不一致 那就要考虑第一种 管理层啊 说的是真的 这一种可能对吧 管理层说的是真的 其他信息有问题 但是说明管理层失控了 对相关的整个企业失去控制了 那要考虑风影评估的问题 那第二种 管理层说的是假的 其他信息可能是真的 那好了 你管理层说的是假的 你的说假话 那肯定这控制环境有问题啊 整体中央错误也很高啊 所以必然影响我们考虑 风影评估的结果 所以可能会是不是大 那如果认为不是大 那就要需要修正风影评估结果 那就重新考虑我们已经执行的 第一步审讯程序的行驶安排范围了 然后考虑应对评估的风险 那这个时候都要出报告了 还是这样的 那其实这是我们很不期望的 但既然这样的话 要么审下去 要么赶快辞聘 对吧 那当然说 如果像这个不一致 还得不到解决的 那咱们重新去考虑 什么事儿能力啊 诚信道德价值观啊 亲密尽责啊 或重新考虑 在这方面的承诺 或观众执行的评估了 那其实就是 你还要在这审吗 对吧 那么注意 我们要确定书面声明 和其他证据的不一致 对我们所获取的 什么书面啊 口读声明啊 什么审计证证考虑 可能产生影响 因为这种来自管理层的 失控 对吧 或管理层不诚信的 影响没有太大了 所以说了 如果认为书面声明不可靠 要采取实际上措施 包括确定他对审计见 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刚才说的是什么 获取了但绝不可靠的 所以你看 注意啊 刚才咱们就讲到那个题目了 对吧 但书面声明他可以帮倒忙 你书面声明没问题 可靠的情况下 该做什么做什么 不增加审计工作量 也不减少 还做那些对吧 但你再书面声明不可靠了 帮着倒忙了 我们会增加很多工作量的 对吧 会改变审计程序的信息安排范围的 所以这点注意啊 和我们前面练过那题要结合 那么如果没获得呢 前面是有 如果没获得呢 那这个注意 如果他不提供我们所要求的 一项多样说明声明 你看具体的 对吧 那么要采取适当的应用措施 你看是哪一类的 是针对特定认定来的 还针对补充的 还说针对基本数量声明 对吧 所以根据不同情况 采取适当应对措施 对吧 那么比如说 有一些要和观计层去讨论 那针对特定认定 讨论一下这个事项 你为什么不给我声明声明 对吧 那么再有考虑一下 评价观计层的程序 评价这个事项对 什么书面口头证据啊 审计证据作用口号性的影响 或可能影响 对吧 该给不给我 那补充那个 关于责任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为什么不看给 对吧 那么再有一个 采取适当措施 包括确定 对审议也可能影响了 比如说这属于 基本书面声明的那个 基本观计层责任那块 的书面声明 那这时候可能会影响 我们意外类型 对吧 那说如果有下令情之一的 我们要出具 我表示意见报告 只能我表示意见了 一个 对程序有重大疑虑 已经认为他做的 书面声不可靠的 就刚才第一种 对吧 不可靠 程序的重大疑虑 不一般的啊 第二种 观计层不提供 一些编织报表的责任 和关于加油 一些完整性的这个 那你不给的话 没有什么其他证据能证明 所以 挖表意见 那这会呢 只能挖表意见 没得选啊 这话 没得选 咱们前面也说了 说警告其他证据 是没有用的 对吧 他不提供他基本责任 书面声明的 没法获得其他证据 那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对吧 说这两个 他只呢 提供一个 怎么办 别人报表责任 和提供交易性 完整性 说他只提供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不可提供 那对我们来说 是一样的 你这两个基本的这个责任 一缺一不可 你呢 只成了一个 不成了另外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 那也是什么 无法表示意见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优先考虑解约 解不了约的 那咱们只能说什么 那这个 咱们已经要书面声明了 就别的通过都做完了 现在解不了约 我也呢 不用再考虑什么审计的 再往下做了 得了 无法表示意见 其实别的都准备好了 就差这一个了 当然我们一般呢 要到这个情况下 其实 前面意见不会太好 对吧 你说前面的无保留 就差一个责任 他们不给提供 这不可能 那前面多多二是什么 有些是 可能是 有重大限制的问题 对吧 本来的意见 可能就是保留 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咱们来说一下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考试情况 那最近几年啊 这块 这个题目 稍微说一下 一巴尼一个单元题 说下里有关书面声明日期 说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的啊 书面声明日期 不得晚于审计报日 可以在同一天 可以比较早 不得比较晚 A 正确 B呢 说书面声明日期 不得早于财务报表 报出日 那么这个要注意 咱们前面给大家 在讲 求实际上是 给过这个时间 对吧 什么财务报表日 对吧 然后呢 那财务报批准日 审计报日 财务报报出日 那咱们注意 财务报批准了 我们就出报告了 对吧 所以财务报报出日 一定在审计报日之后 你说他不得早于 那就比晚于财务报报报出日 或等于 那一定在审计报日之后啊 那不好意思 这是不对的 那你在最后一个 跟他比较 就咱们当时画的 旧事项里面 财务报表对外报出日 你说跟他同一天 或者比他晚 那肯定是晚于审计报日 那肯定不行 然后书面声明日期 可以和财务 审计报告日是同一天 这个我书中常用的 一般呢 就是对外财务报表 那这个批准日子 批准财务报日 书面声明日 审计报日 这三个同一天 或者是呢 在财务报表批准日 然后呢 书面声明日 然后是审计报日 这么一样 审计报在最后 所以C没有问题 D也没有问题 那只有B要特别注意 B是错的 然后11年综合体力 有这么一个 看一下 也是第二张记录的 重大事项 那这样的 说讲是19年年初 更换了管理层 因为已经获得了新的管理层 有关18年度报表的顺便声明 说A主要是呢 就不再要求前任管理层 提供顺便声明了 我们找现任要了 我们审18年 连新冠上也提供了 18年的报表的顺便声明了 我们找现任要完了 那就是什么 不找前任了 对吧 那是否恰当啊 因为贴表对吧 不恰当设理 那贴表很简单 贴什么 一个字 是 就完了 你已经找完现任了 不找前任了 就可以了 那这样咱们来说 书面声明 这其他规范这个内容 咱们课后呢 还会在习班里面 给大家呢 就书面声明 有些要点再练一练 好吧 那这咱们来讲 书面声明的内容 那到这呢 我们整个这一篇就结束了 完成工作了 准备出报告了 对吧 那咱们回忆一下 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讲审计工作 对吧 从认知审计 到审计的基本工具 证据内阁问题 然后计划 分解评估 分解应对 然后呢 控制实际程序 投入实际审计 完成工作 终于到了这一天了 下面准备什么 出报告了 对吧 所以呢 大家确实辛苦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 无论是学习也罢 工作也罢 也见了曙光了 好吧 那说明啊 那说明啊 大家坚持是值得的 那付这么多 终于要到完成那一天了 咱们收好尾 把一个报告写好 咱们这个审计 没白做 好吧 好了 那大家就带着一个愉悦一点的心情 准备迎接我们的审计报告吧 咱们这个审计划 好 咱们这个审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